前不久安徽五湖的宋先生像往常一样 外出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大门被人给打开了 推门进屋一看 只见屋里一名陌生男子正在行窃 公共视频中的一幕 发生在五湖市旧江区的某小区内 画面上的男子惊慌失措 甚至连鞋都没有穿就骑车逃离 这个逃跑的人呢是一个盗窃的嫌疑人 他在这个人家盗窃的时候 遇到家主回来发现了他 然后他被家主发现了之后 惊慌失措的这个逃跑 我就是刚刚回家了 刚刚回家看到那个门里管有个风 然后我以为是小孩回家了 然后我看小孩在上学 我听到房间里有动静 我感觉到不得见 据宋先生回忆到 当时他本想捉住这名 闯入自家的陌生男子 不料对方趁机逃跑 随即宋先生也追下了楼 无奈由于陌生男子携带了交通工具 最终宋先生还是没能将他抓住 动静是犯了一级烫糊涂 就少了350块钱 接到报警之后呢 这个分局的各个部门 联合开展了这个侦查活动 然后把这个人的身份锁定了 这个嫌疑人姓贾 这个40岁左右 是这个安徽博州人 在查明嫌疑人身份信息以后 警方发现他于当日驱车逃离了五湖 一据相关侦查线索 五湖警方赶赴了博州市 在其住处将嫌疑人贾某抓获 到案后 贾某对自己在宋先生家 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他表示由于害怕 所以当天立即逃回了老家 经过民警的思想工作 最终贾某对自己的 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他当天盗窃的时候呢 是从这个浙江租了一辆这个车 然后在车上放了一个便携式的 就是代驾用的电瓶车 然后到了五湖之后 把这个汽车停好之后 就骑着这个电瓶车 就四处寻找 这个适合作案盗窃的这个小区 然后用敲门的方式 比如敲门如果说有人在家了 然后他就会说 我得找人找错了 如果没有人在家 他就会用插片开锁的方式 把门打开 进去进行盗窃 抽到什么东西 一个耳花 一个 就一个敲门 随后 警方查识 贾某共计在五湖入室盗窃作案十多户 偷盗财物以金银首饰为主 目前 贾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贾某共计在每30cn 我们可以贾某utenant 贾某共计